哈喽 大家好 又开始摘蝴蝶蓝了 今天我摘了给小美女选两颗 这样的一颗黄蜂 一颗满天红 它们都分别摘盆 这回用土和苔藓两餐摘 看 选了两颗这个 看这黄蜂 它这个盆吧 选的略微大一些 略微大一些 那么我们就采用土和水苔两餐摘 放一点水苔 我这是掺着摘的 看 这个是那个黄蜂的 这个黄蜂的 因为它空间比较大 所以我采用水苔和土 两餐摘的 选了两个同样的这样的盆 我得摘一下就行 你看 咱们现在这个盆和花 它基本上它俩大小挺相当的 你浇水的时候 这是 你到家 现在到家之后别浇水 对啥呢 刚才咱们打开之后 你看那根是不是特别湿 那是我刚浇过 刚浇过的 刚浇过的 现在你看这土也是湿的 你到家十天之后再浇 往以后也保持这个节奏 十天浇一次 十天浇一次就行了 回家就见弱光就行 姑娘 就见弱光 等它开完之后我告诉你出哪儿搅了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去冲这个部位搅就行 第三节 对 现在回家就见弱光 弱光 等着搅完之后 第二次吹花的时候 让它见的光比现在的光要强一些 吹花时候光需要强一些就行了 好了 这就这么样 这是黄蜂 那这个花等它全部都落了以后 才能再剪 才剪掉 剪掉完了 那你记着这蝴蝶兰洗干 洗干 它怕那啥 怕水啊 它不喜欢水 水到 你看这个呢 为啥用 你看这个空间更大一些 更大一些 咱们就搁水苔和土掺两叉在 这是小苗是吧 对 这就是花苗 嗯 那你扎的那个芹子 一会给你扎 一会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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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扎的 这么给它摘一碗了 你扎哈 你看这个那个 满红的芹苗多好哈 来的时候还没开呢 你看这两天就开了 採摘 与撒 一会儿 他在对中的芹袋里面 大门 还有 颜色 像这种花儿压多实 不能压太实了 你看我没不使劲压 不用压得太紧实 太紧实它根儿不透气 你看它肉肉的厚厚的肉质根 它需要透气 别压得非常紧实 我尽量学习 不要压得非常紧实 这个你挨浇水就出现问题了 这个我告诉你 10天浇一次 这个你说 你们俩给我说 多长时间浇一次 我才15天 5天 对 你为啥说15天 因为它是幼苗 对 因为它花 抗水能力更差 对了 因为它花小 蓄水 蓄水少 你看它花大 是蒸发量要大 你看它这花量蒸发量大 这花小 蒸发量就小 这是10天浇一次 这个是半个月 就行了 你看这不是一说就明白了 怎么浇水 那这样 你家的那个 你老公治上高 好了 拿啤酒 他别拿盒了 拿啤酒 有喝啤酒的喝啤酒就着急 你像这种招虫吗 不招虫 他要招虫的话 你过来买一只药 不招虫 基本不招虫 家里也没有虫 对 不要喝一 行 那快拿啤酒 给你拿啤酒 哪个啤酒 7到9点 7到9点 有 刚倒的 昨天刚倒那个 怎么样 扶起来了 这也是回家 不要别个窗台 别个正阳光 特别强的阳光 先晒 就是那啥 散色光就行 放天使过来 有沙帘 但是就是 有沙帘倒下去 夕阳的光 不是就是光线 你别太强 就是有沙帘 这中午特别强的光 你别晒就行 放屋里面有那个沙帘 晒着没事吧 可以 那也完全可以 有沙帘